第901集 乾隆城 佛门中愿意给他解封魔钉的只有杜厄罗汉 但这意味着他得入佛门速佛身四大皆空 佛门之外能解封魔钉的只有神书 他应该会寻找神书残区域 这必然要和佛门起冲突 姬玄平家 可惜了 此袍中年人看向他沉声说道 玄二 此番招你前来是为考验 请父亲明示 此袍中年人缓缓说道 龙脉之灵分崩离析 散入中原各地 其余散碎龙器不必去管 但有九道龙器至关重要 你去江湖寻找九道龙器寄宿之人 收服他们 九人中杀四流五 五人带回乾隆城增强我方气运 四人以大阵炼化 福以血丹 祝你踏入三瓶 说话间 紫袍中年人从袖中取出一只紫檀木盒子 鸡悬目光落在那只盒子上 再难移开 紫袍中年人打开盒子 黄愁之上是一枚色泽暗淡的飞红丹丸 鸡蛋大小 这是五百年前 我们的一位先祖被乌宗皇帝重创 垂死之际留下 他是四品今生三品的捷径 但必须有大气韵之人 才能承受血丹反噬 国师推算过 四道龙器足够你炼化血丹 晋升三品 血丹固然珍贵 但身为拥有足够底蕴的顶级势力 不难获得 除了三品武者一流 炼化生灵同样能得到血丹 难的是 四品想要走吞服血丹这个结境 几乎必死无疑 要么你本身就是三品 不惧血丹反噬 反而能增强自身气血 要么拥有大气韵 气韵加身 才有希望扛过反噬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镇北王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许其安 当然 许其安不但拥有大气韵 肉身还经过神书精血的些许改造 双重保险 鸡旋深吸一口气 双手微微颤抖 走得深处 朗声说道 孩儿定不负父亲期望 他双手接过的 不仅是一份巨大的馈赠 更是一种传承 父亲虽从未指定过继承人 但身为敌长子的积签 是大家公认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一众兄弟纯粹欲动 暗中较劲 父亲给他这个考验 这只锦盒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语 鸡旋接过锦盒后 呼绝不对劲 龙脉之灵事关重大 孩儿虽然有信心 但觉得不够稳妥 国师为何不亲自出手 维曼后的白衣淡淡说道 我遭气韵反噬 重伤在身 须闭关疗养 气韵反噬 不是说 没有从许其安身上 抽取出气韵吗 鸡旋没有多问 鸡旋明白 我会派克清堂的几位高人 随你一起去寻找龙脉之灵 三日后出发 是 紫袍人挥挥手 待鸡旋下去后 他看向白衣树士 鸡旋相比其他数字笛子 不管是才华还是天赋 都出类拔萃 更难得的是 他懂得韬光养晦 不管他心里在想什么 能做到这一步 未来可期 他也是你一种儿子中 声望最高的 紫袍中年人瞇着眼 嗯 你早就选中他了 顿了顿 他说道 我记得你说过 术士 无法抽取龙脉之灵 白衣树士闭目调息 鸡旋怀揣着檀木盒子 离开阁楼 摇头感慨一声 这玩意儿真烫手啊 走了片刻 迎面碰上一个紫群少女 青丝如谱 用一根紫色绸带绑着 简单牙制 七哥 紫群少女 矜持一笑 娘请你过去 有话要问你 姑姑找我 鸡旋沉音 一下眯着眼 好 那就 劳烦表妹带路 两人一前一后 拐过重重庭院 走向小园深处 途中 紫群少女 许元霜低声说道 我娘是想问她的事 鸡旋笑了笑 意料之中 这些年来 族人对姑姑 言辞刻薄 净说些不好听的话 但我觉得 姑姑当年所为 乃人之常情 为人母 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 许元霜看了她一眼 七哥是暗指 我父亲禽兽不如 纪玄笑容不改 国师只是 做出了取舍而已 不过 元霜表妹 对内人又是 什么态度呢 许元霜叹息一声 父亲和舅舅 要她死 我改变不了 但对我来说 她终究是 一母同胞的兄长 我能做的 只是尽量不关注她 当她不存在 鸡旋的 眯起了眼睛 可我听元怀说 你常主动 打探她的消息 许元霜 柔美的脸庞 红了一下 两人结束交谈 沉默地走了片刻 呼呼的 一阵呼啸的 宛如风声的 响动传来 拐入一座大院中 才发现 原来是一个少年 在练枪 手里一杆 九尺大枪 使得呼呼声威 那杆大枪 枪杆漆黑 枪头是一颗 金灿灿的 胶头张开大口 口中吐出枪尖 她脸色冷峻 挥舞大枪 呼呼作响 院子里呼啸着 清风 卷起尘埃 元怀 姬玄笑着 打了声招呼 练枪的少年 顿住枪尸 侧目看来 冷峻的脸庞 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姐姐 七哥 元怀的枪法 又有进步了 误出枪意了吗 差一点 半年之内 能入四品 她表情冷峻 语气也冷淡 好像晋升四品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鸡旋感慨 元怀天赋 真可怕呀 许元怀 十七岁 拥有极为可怕的修炼天赋 十七岁炼精 十六岁铜皮铁骨 十七岁已经触摸到四品 意义的门槛 当然 这和丰厚的资源脱不开关系 许家姐弟在乾隆城的地位 不比鸡旋 以及兄弟姐妹们差 自幼有名师指点 单要不缺 有高手卫招等等 对于拙类身份显赫的年轻天才来说 炼精精 要等身子展开才能修行 但炼神精 是可以先一步修行的 自幼观想锤炼元神 等到迈过炼精和炼器两个境界 踏入炼神井 是水到渠成之势 而后有顶级丹药锤炼提破 铜皮铁骨镜毫无难度 但六品之后的五品化剂 许元怀依旧只用一年便顺利晋升 足见天赋之强 许元怀是五品化剂 但手里的焦芒枪是顶级法器 枪身由四品蛟龙的脊椎骨打造 枪头是蛟龙最锋利 最坚硬的龙牙锻造 此外 枪中封印着四品蛟龙的元神 凭借此枪 以及半身的其他法器 寻常四品都不是他的对手 相比起那位视作容器的长子 许平峰对次子倒是不错 七哥来作甚 鸡玄回答 啊 姑姑有事找我 许元怀看了姐姐一眼 手中长枪一触 纯纯立着 平阳在内厅 我领你们去 鸡玄笑着摇头 这位表弟 似乎对那位素未谋面的大哥 也挺感兴趣的 嗯 第九百零二集 可饮披霜味道真正 表兄妹三人穿过大院 进了内厅 高椅上坐着一位华府美妇人 有着一张端庄的鹅蛋脸 雪敷英纯 五官极为标志 她已经不再年轻 但岁月并没有在 她美丽的脸旁留下刻痕 反而沉淀了她的气质 让她拥有少女 不具备的成熟韵味 她的眉宇间 有着淡淡的忧伤 宛如结着忧愁的丁香花 哥哥 鸡玄笑眯眯的行李问候 娘 许元怀和许元双姐弟俩 也喊了一声 美妇人端着茶碗 青葱般的玉纸 捏着茶盖 轻轻磕着杯盐 声音雌醒柔美 她回来了 喷话的时候 美妇人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鸡玄 捏着茶盖的手指 微微用力了几分 国师已经返回 方才与父亲一起召见了我 鸡玄笑起来就眯着眼 一幅很好相处的模样 美妇人屏息了一下 事情成了吗 许元怀和许元双姐弟俩 立刻看了过去 静等答案 鸡玄沉吟 姑姑要问的是 许其安体内的气韵 是否已经取出 美妇人呼吸顿时粗重起来 鸡玄摇头叹息 国师失败了 美妇人高耸的胸脯 起伏了一下 如是正负 子群少女许元双表情复杂 许元怀依旧是那幅冷峻的表情 没有变化 美妇人难掩笑容 她当年的决断是正确的 九州之内 如果有谁能庇护长子 非奸政莫属 家族大业也好 丈夫大智也罢 在她眼里 都比不上自己怀胎九月 诞下的孩子 尽管她因此被软禁于此 尽管又生下了一子一女后 便被冷落十几年 族人都说 那孩子平庸无能 碌碌无为 与弟弟妹妹相比 简直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 此等废物用来当气韵容器 也算是物尽其应 偏就她妇人之人耽误大事 她嗤之以鼻 家族大业 凭什么要牺牲她的孩子呢 废物的说法 这十几年里 常被族人拿来调侃 拿来刺她 经查之年时 这样的说法渐渐少了 到如今 再没人敢说 那孩子是废物 她的孩子若是废物 世上还有能人吗 鸡玄又说道 不但失败了 而且还受了重伤 或许要闭关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了 奸证古然强大 别想谋划她 实在太勉强 许元霜嗓音月儿 微微摇头 许元怀淡淡评价 一品术是自然不好对付 父亲当以阴谋为辅 阳谋为主 堂堂正正地攻城掠地 打下大凤疆土 如此才能取而代之 鸡玄思存道 听国师话中之意 似乎也不是坚政上的她 而是气韵反噬 气韵反噬 许元安现在如何 你说清楚 美妇人秀眉微粗 一叠声地追问 见姑姑和表弟表妹都看过来 鸡玄耸了耸肩 反正父亲和国师也没说这是机密 国师这次失败 似乎是因为许七安提前猜出了她的身份 以及气韵相关的幕后真相 因此早有布局 至于气韵反噬 国师没有详说 但这显然和许七安有关 早就猜透了她的身份 美妇人既惊喜又悲伤 惊喜是长子能力强大 纵使是二品术士 也已经无法轻易主宰生死 让她骄傲 悲伤是这样的真相 会给她造成何等打击 许元霜微微睁大眸子 美丽的少女眼里难掩震撼之色 她走的是术士体系 深知父亲的强大和可怕 那个远在京城的兄长 竟让父亲二十年前的谋划 毁于一旦 并反击中将父亲重伤 这是何等的精彩绝言 许元怀依旧面无表情 美妇人吸了一口气又问道 她有说许七安如今的情况 吉玄点头 啊 有的 许七安被佛门的封魔钉封印 修为尽非 想要解开封印 千难万的 多半是没有希望了 美妇人嘀嘀地啊了一声 眼眶发红 又担忧又心疼 许元怀皱了皱眉 废了呀 姐姐许元双却露出了惋惜的表情 她看着吉玄 七哥 父亲和舅舅找你 不是只说了这些事吧 吉玄含笑审视着妹妹坦然说道 过几天 我要外出游历 帮父亲和舅舅做事 什么事啊 搜集溃散的龙脉之灵 增强我们的气运 为取代大凤凰族的大业 添砖家吧 许元怀眼睛一亮 七哥 我和你一起去 许元双醋眉 吉玄嘴角笑容 慢慢扩散 好啊 不过你得先跟父亲 还有国师打过招呼 雍州城 穿着轻衣的年轻人 牵着马 从官道走来 马背上坐着一个 姿色平庸的女子 随着马匹的行走 颠儿啊颠儿 时不时踩着马灯 撅起腿 缓解一下 比大斌脸还大的 屁股蛋的酸疼 在这个时代 对普通人来说 长途奔波是极为疲惫的事 身子骨弱的 甚至会病死在途中 好在两人一路走来 又乘船又骑马 速度都不快 偶尔会在客栈 住一两天 缓解奔波的劳累 这对平庸的男女 混入百姓中 毫不起眼 还没有女子 胯下那头神郡的 小母马来的吸引眼球 至少这匹马 高大体壮曲线优美 一看就是顶尖货色 英州城我来过一次 为了就一个朋友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城外南边几十里的山里 有一座远古地宫 里头沉睡着一句 几千年的古事 非常邪义 木南枝露出害怕的表情 你骗人 许清安几眉弄眼 不骗你做什么呀 晚上睡觉时 记得把门窗锁好 有人敲门 千万别开 木南枝狐疑地看着他 那个会敲我门的人 就是你吧 瞎说 许天安一本正经 咱们走了这么多天 我有敲过你的门吗 倒也是 木南枝又撅起了大兵的脸 半趴在小木马身上 缓解撬腿的酸疼 两人进了城 街上行人如知 排放不服 随风飘摇 热闹繁华景象 许清安向路边百姓打听 雍州城最好的客栈在哪 问明地址后牵着马 朝好心人指引的方向走去 木南枝嘴角露出笑意 这个臭男人还算有信用 果然带我住最好的客栈 吃最好的美食 现在到了雍州城 他打算去逛一逛 腌制水粉铺子 路过一家药铺 许清安把小木马拴在店外的马庄上笑道 稍等啊 我去买点东西 木南枝懒得下马 矜持的嗡了一声 进了药铺 来到柜台前 许清安说道 掌柜的 来两斤皮霜 两斤 穿着蓝挂子的掌柜 审视着这位张口就来的客人 许清安把两粒碎银放在桌上 掌柜立刻觉得这位客人气质和容貌两开花 笑道 客官稍等啊 当即命小二去撑两斤皮霜来 小二很快就取来皮霜和称驼 当着许清安的面撑好分量 再给他打包好 客官您收好 许清安结果 重新打开纸包 取下水囊 把一部分皮霜倒入水囊里 轻轻摇晃几下 然后当着掌柜和小二的面 嘟嘟嘟的喝了下去 嗯 啊 不愧是雍州城的药铺啊 许清安竖起大拇指 味道就是这 掌柜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惶恐的看着他 店小二的下巴快掉到地上了 打扰了 告辞 许清安拎着剩下的皮霜 心满意足的走人 第903集 一间就够了 这 这 这柜的 小二看着轻易客观的背影 脸色沙白沙白 哪怕见了鬼也不至于露出这么惊恐的表情 因为鬼从没见过 而今天呢 他看见一个一口闷了小半斤披霜的疯子 快快快 快去请金正馆的大夫 掌柜的尖叫 他旋即哑然 不对 不对 快抓住他催吐 两人奔出铺子 左顾右盼 发现那位轻易客人已经消失在漫漫的人流里 不醉居 雍州城最好的酒楼之一 唐食 人均消费半钱银子 雅家 人均消费两钱银子 若是住店上好的厢房 一碗三钱银子 慕南枝和许清安慢悠悠的走了许久 沿途又找人问了几次路 总算是抵达居酒楼外 门口迎来送往的店小二 见两人向酒楼靠拢 立刻会议的上前点头哈腰 客官 打监还是住店啊 住店 许清安把马浆递给店小二摘下水囊 倒出混合霹霜的白灼之水 轻轻抹在马鞍上 过程中他的手掌变成了青黑色 抹完 抬起手 掌心血肉恢复如初 毒蛊的能力 结合周围的环境和材料 制造出特殊的毒素 许清安利用皮霜 制造出一种慢性毒药 涂抹在马鞍上 只要有人敢骑小木马 凝固在马鞍上的毒素 就会随着体温慢慢蒸发 穿透裤子渗透皮肤 再从皮肤渗透血管 最多一刻钟就会死亡 神仙难救 店小二知识有限 看不透其中玄机 仅是茫然一下 而后就看见 轻衣客观 抛来一粒碎银 我这匹马 要喂精丝料 豆子 麦子 玉米 盐巴 鸡蛋 蜂浆 这些东西缺一不可 待会我会来检查 你若敢偷工减料 老子剥了你的皮 许清安身上的杀气和力气 丝毫不缺 横眉立目时 极具压迫力 店小二捏着分量十足的碎银 又惊喜又害怕 客观 放心 放心 小的一定把您的爱马照顾好 当即牵着马去了后院 走江湖就是要有江湖气 在外头装出一幅 温良攻减让 只会让人觉得你是肥羊 谁来都会宰你一刀的 许清安笑着向大凤第一美人解释 江湖和庙堂是不同的世界 在京城 应该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处处讲究情面和资历 但江湖不同 江湖鱼龙混杂 少年义气 时而还要刀光剑影 就得表现出凶寒利气 这样能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进去了九楼大堂 许清安带着木南枝走向柜台 沿途听见不远处的时刻谈论 哎 我听说 有人在城外南边三日里的荒山里 发现一座大墓 进去十几人再也没出来 听说公孙世家的人也派人下过墓 全折损在里头了 现在外途都在传 里面有罕见的大宝贝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凶险呢 哎呀 这是公孙家故意放出来的谣言吧 是不是想让江湖 散人去当马前卒啊 哎 并不是 越危险的墓宝贝越多 要是只有几个歪瓜裂枣的陪葬片 谁会花大心血射机关呢 有道理啊 公孙世家最近在雍州城广招豪杰 最好是精通风水机关的能人一事 可惜我只是个武夫 实力有限 不然也去掺和掺和 木南枝听得脸色微扁 许清安皱了皱眉 雍州城外的地宫被发现了 当初神书和古诗交手闹的动静挺大的 那片山外出现一定程度的坍塌 事后引来好事者探索属于正常 以神书的位格短短半年而已 古诗应该还没有脱困 希望没有脱困啊 不然我这趟来雍州就白费了 他一边想着 一边走向柜台 开两间上好的厢房 紧邻的 旁边的木南枝连忙说道 不 不开两间 一间就够了 他声音越来越小 有些窘迫的低下头 他怂了 许清安看了眼王妃 对于和大凤第一美人同房这件事 他并不欣喜 反而皱了皱眉头 首先 擒鼓的副作用 会让宿主时刻有着繁衍后代的冲动 许清安怕控制不住自己 其次呢 暗谷的副作用 是宿主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 且每天必须有两个时辰 不被人发现的私人空间 王妃的灵运要到三品巅峰才能采摘 骨虫的副作用无法满足 会影响七爵骨的发育 从而影响我的修为 果然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于是 问掌柜要了一间价格高达一两银子的上好厢房 掌柜收了银两 热络殷勤的姿态成倍增加 亲自领着两位贵客上楼 房间在走廊尽头 推窗可以看见主干道热闹的景象 木南芝很喜欢 许清安却只觉得吵闹 不愧是雍州城最昂贵的酒楼之一 不愧是酒楼撑脸面的厢房 书案是黄花梨木制 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木南芝进了房间 便四处张望 审视着嘖嘖开口 挂的都是名画 不过全是赝品 唯有一幅是真迹 其中有一幅酒炉焚香祭的真品 就在镇北王府挂在他的书房里 这块端焰不错 他又走到书岸边 把玩着一方青花端焰 焰台的青花纹路如墨汁蕴染 木南芝遗憾然说道 质地精细却不够润 上品 但称不上极品 他在润 有你润吗 许前在心里吐槽 他把房间里的摆设 笔墨纸 咽古董 字画家具等等 逐一点评过去 掌柜的木凳口呆直呼内行 姑娘 您真是行家呀 一下子就收起了心里的些许轻视 这对相貌平平的男女 应该是出身贵胄大族 非中名鼎时 养不出这等品味和演技 全城听天书一般的许清安 把掌柜拉到桌边 掏扰掌柜片刻 客气客气 掌柜的态度变得极好 方才听堂内有人说 南边深山发现大墓 掌柜的汉手 是有这么回事 也不知真假 据说死了许多人 那片山啊 现在被公孙世家给占了 许清安喝了口茶 公孙世家 张贵答 这雍州城有哪些上的台面的江湖势力 虽然来过一次雍州 但对于当地帮派的情况 他确实不太清楚 在打耕人眼里 也就建州武林盟这样的大势力可以入眼 其余的都是垃圾 当然 这并不能说明江湖帮派势力不强 只是打耕人毕竟隶属于朝廷 对江湖帮派有着天生的优越感 第904集 吃蟹 掌柜的张口就来不需要沉思 啊 雍州城附近 势力最大的 是往北十八里外的公孙山庄 往东二十里外 弯龙河的神龙堡 依附这两大势力的帮派都有 至于雍州下下的郡县 在下就不值了 雍州是大奉十三州之一 雍州城下下有几十个郡县州 其中有多少帮派 大概只有经过官府统计才能知晓 龙神堡和公孙世家这样的大势力 大本营通常都不会在城内 官府不会允许 慕南枝醋眉 雍州官府不管大漠的事 为什么要管 这又不是洪水蝗灾的 官府才懒得管 至于死人 死的都是江湖人士 不是平民百姓 就算是平民百姓 你不报官 官府也懒得搭理 是吧 再说了 公孙世家和雍州不正使 有些交情 这才把那片山给圈起来 掌柜的说的有道理 两个男人相识一笑 许清安从掌柜的那里了解到 这个季节 狐蟹正肥 城外的杨白湖是雍州城附近吃蟹圣地 没到这个时候 城中的富户宦官 以及江湖豪侠们 就会租船游湖享用肥美的狐蟹 听得木南枝双眼放光 闲聊几句后 掌柜恋恋不舍地告辞 许清安关上门 反身走到屏风后 把玉桶挪到一旁 掏出地数碎片 倾倒出一口钢 钢中淤泥浅浅 水质略显浑浊 一根暗金色的莲藕 躺在水缸底 半截身子露出淤泥 半截则藏在淤泥下 他这趟游历江湖 带着王妃有两个目的 一 一路游历至建州 把莲藕交给武林盟老匹夫 对线承诺 但莲藕还没成熟 索性就把人和藕一起带上 小赖等他游历到建州时 五色莲藕应该成熟了 二 他想试着寻找一些 毒性猛烈的植物 交给花神来培育 以壮大毒蛊 这样的话 木南枝就一定要带在身边 许清安吐出一口气 以利谷现在的气力 抬一口大水缸 还是有些吃力的 还是得多吃东西 嗯 还好我离京了 不然家里多了三个吃火 顺谁要心疼的哭出声啊 他心里付肥着 坐在黄花梨书岸边 思考着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 龙气散落各地 没有雷达这种东西 想要找出龙气宿主 只有通过两个方面 一 强大的情报网 龙气宿主短期内 不会有异常 但时间一久 立刻锋芒毕露 不会一直寂寂无名 二 靠龙气和气韵的聚合效应 也许我不用刻意寻找 游历到某一处时 就能碰到 而只要龙气宿主 离我不超过百米 我就能通过地书感应到它 我本身就相当于一个范围 只有一百米的小雷达 神书的残区暂时没有消息 但九北天湖肯定有线索 只要等着它来找我编程 现在最重要的是 搜集招魂中的材料 招魂中的材料里 有两件材料 是千年古诗的指甲和毒业 许千恰好认识一位古诗 因此把第一盏悬在了雍州城 只要神书的封印没有减弱 我就有把握让古诗发现我的真实状态 修行方面 也要加把劲 齐绝谷的七种能力 毒谷最容易培养 只要有源源不绝的剧毒之物 就能立竿见影的成长 其次是利谷 只要不停的吃 不停的打凹体魄 它也能迅速成长 而我虽然修为被封印 但体魄是三瓶体魄 打凹这个阶段可以忽略 直接开吃就好 天谷是七绝谷的根基 本身开发到极高深层次 暂时不需要管 暗谷只要保持每天两时辰的躲藏 就能晚步成长 或许还缺战斗 这点没试过 有机会可以尝试 尸骨需要吞噬尸气 这趟来雍州 培养尸骨也是目的之一 琴谷和心骨暂时压抑啊 不培养 我不想走江湖 走着走着变成一个采华贼 而且有一个大风第一美人在身边 不压制琴谷的话 总有一天擦枪走火 琴谷是同样的道理 我虽然骑小木马 但我不能真的骑它 时间还早 离午膳还有多少时间 许清安坐在岸边 小口小口抿着披霜对水 像抿酒一样 爱干净的王妃给自己打了一盆水 梳洗 然后坐在梳妆台前 给自己梳了一个漂亮的妇人发剂 抹上唇纸和腮红 别说 搭配她的气质 硬生生把颜值拉高了几分 从姿色平庸 变成了还能看一看 晚上我睡床 你打地铺 坐在梳妆台前的王妃 见她只是淡淡的瞅一眼自己 就毫不留恋的挪开目光 顿时柳眉倒数 也可以你睡床 我睡你身上 许秦安没好气的说道 王妃催了一声 似乎早已习惯她的口话话 没当一回事 她起身走到屏风后 把手伸入水缸里 百无聊赖的拨弄水花 水中阴韵着灵气 临近中午 许秦安把水缸收回底属碎片 通过不醉居的关系 定到了楼船的餐位 这个点 如果是散人的话 别说是在楼船订餐位 小舟小船都没了 好在不醉居身为大酒楼 有渠道和关系 能满足客人吃谢的需求 阳白湖 水光炼焰 湖边种植着成片的阳柳树 枝条光秃秃不见绿意 深秋季节 湖风吹来夹杂着寒意 一艘挂着王继渔房的楼船 飘荡在湖中 木南枝披着湖球大厂 坐在林床的桌边 桌上摆着小泥枣 温着黄酒 既温酒又暖人 几叠小菜 二十只肥美的大和谐 醋的味道不错 可惜酱料太少 不过这凸显出了和谐的肥美 许秦安嘴里咬着弹牙的蟹膏 心满意足的汗手 在他的食谱里 弧蟹能排前十 当然蟹也分类型 母蟹的话排不进前十 唯有弓蟹才行 蟹黄和蟹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相比起来 弹牙的蟹膏更香醇更美味 蟹黄终究差一些 所以我不怎么爱吃母蟹 但对弓蟹就没有抵抗力 许谦提起小泥灶上的酒壶 给王妃倒了一杯温酒 吃个信也能吃出尊贝 慕南猪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抿了一口小酒 脸蛋红扑扑身子暖洋洋 他把目光望向湖外 忽然低声说道 看 那是公孙世家的船 许秦安扭头 从窗外望去 果见一艘两层大船破浪而来 挂着公孙的旗帜 第905集 雨来 挂着公孙家族旗帜的楼船 缓缓使来 二层两面透风的观赏仓里 坐着一桌把酒言欢的江湖豪侠 公孙秀端着酒杯 笑阴阴的招待着六位 新招揽来的能人异士 这六人修为都不差 其中两名更是练神井巅峰的水准 足够让公孙世家奉为上宾 而最让公孙秀重视的 是那位自称清古道人的老道士 武夫生死拨杀是把好手 太寻墓地则不是他们的强项 东风水堪余的要么是道士 要么是术士 前者大多都是骗子 后者江湖上凤毛麟角 而那位清古道长公孙秀已经试过水 的确懂开鱼之术 对阵法也略知一二 今晚探索南山大墓 全要依仗诸位了 公孙秀笑吟吟地举杯 袭上武夫荒芒举杯 知道公孙大小姐是客套话 公孙世家在雍州是数一数二的地头蛇 传承三百多年当代家主多年前就是化金武夫 距离四品只差一步 一旦他晋升四品 那就是江湖上的一方霸主 除此之外 七品链绳和六品铜皮铁骨 公孙世家超过双手之数 不过公孙世家这一代的化世人是眼前的这位大小姐 她容貌秀美 穿着宽袖多一金的月白色滑衣 下身是百折宽松如裙 修丽斯文 宛如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但熟悉这位大小姐的人都知道 此女修为高绝 去年刚入化金 在公孙世家只有家主能压她一头 此外 她在经商方面亦有建树 公孙世家的产业在她的打理下蒸蒸日上 作为江湖势力 公孙世家以武为尊 哪怕是女子也做得家主之位 愿意给公孙世家当赘婿的雍州少侠们多如牛毛 喝完一杯众人继续享用美食 肥美螃蟹 公孙世没什么食欲 侧目看向湖面风景 看向周遭一艘艘或大或小的船只 看向越来越近的王继渔房 看见甲板上几个吃饱肚子的孩子 跑出船舱嬉戏 我们吃我们的 许清安说了一句 便挪回目光 自顾自的啃着蟹脚 他今晚打算去一趟地宫 找干事借指甲毒液 以及施气 浩一浩那位千年古师的羊毛 但公孙世家的举动让他有些头疼 这么大张旗鼓的继续张扬下去 动静闹得越大 死的人会越多 三品以下 在那具神秘道人的遗退面前 与土鸡挖狗合意啊 等那具古师攫取的精气越来越多 从而积蓄力量破开封印 必将为祸一方 国之将王必出妖孽 各方面都在印证这句话呀 许清安心里叹息 床外传来银铃般的娇笑声 侧头看去是几个吃饱了蟹的孩子在外头嬉戏 沿着船舱外的过道追逐嬉闹 他们穿的衣服颇为不错 面料尚成 想来是家境殷实的家庭出身 但与大富大贵又差了不少 追逐节 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为了强盗 用力挤撞了前头的女孩 女孩身子失衡 惊叫着向着湖面跌去 许清安放下手里的蟹脚 眼眸里幽光凸显 身体突兀消失 下一刻 他从小姑娘的影子里钻出来 揪住了小姑娘的后衣领 暗固的阴影跳跃 周围的几个孩子满脸崇拜的看着他 许清安反手每人削一个头皮 教训道 滚回舱里去 再敢出来瞎闹 老子揍死你们 说话的语气 有着浓浓的江湖风格 王继渔房的船同时充当渔船 为了方便拉拽渔网 甲板上没有护栏 并不是很安全 几个孩子挨了揍 不敢顶嘴 灰溜溜的走了 他随之返回船舱 刚坐下没多久 便有一对夫妇过来 夫人手里牵着一个孩子 正是方才险些跌入湖中的小姑娘 多谢兄太大救 年轻男子拱手打血 他穿着石下流行的长衫 打扮非常体面 小妇人头上更是带着一只金步窑 许倩摆摆手不耐烦道 别废话 这桌螃蟹你请了 年轻男子一愣 反而松了口气 应该的应该的 又倒了几声血 笑容满面的回去 小姑娘被母亲拉着离开 忽然回头 朝着这个脾气暴躁的怪叔叔 扮了个鬼脸 你怎么了 穆男之觉得他的情绪有点古怪 许倩还没好气的 他大爷的 要下雨了 心情顿时变得很差 穆男之眨巴着美眸看一眼窗外 阳光灿烂 哪里有要下雨的迹象 另一边 全程目睹的公孙秀 眼里闪过异彩 诸位 有谁看出他刚才是怎么出手的 几位粗鄙的武夫皱眉 面面相娶 他们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一幕 但公孙秀说完 顿时露出惊诧之色 饶使众人见多识广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倒是续着山羊续的老道士沉吟的 听大小姐描述 那应该是古族暗谷布的手段 贫道早年游历南疆时 见过他们的手段 擅长从影子里跃出 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只有炼神镜的武夫能克制 公孙秀簇眉 古族的手段能外传 自然不能 那人不是南疆人 清古老道一愣摇着头 那许是老道猜错了 公孙秀没有犹豫当即起身 偶遇高人 小女子过去打声招呼 诸位请便 他抓了两根筷子 兜手甩出去 两根筷子刺入湖面 又缓缓浮出 公孙秀从两层船舱跃了出去 他轻盈如没有重量的羽毛 在湖面飞掠脚尖点在两根筷子上 筷子微微一沉 仅是泛起轻微涟漪 而他却借力掠出竖十掌 稳稳的落在王继渔房的甲板上 远处近处 但凡看到这一幕的游客 纷纷鼓掌叫好 许千也注意到这一幕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位秀美的女子是来寻他的 还抽空点评 不错不错 无品化尽力都算是厉害的 功夫很俊 王妃很羡慕这种飞来飞去的能力 他要是有这等手段 那就不起马了 屁股蛋也就不会酸疼 公孙秀进入船舱 目光扫过舱内时刻 迅速锁定许千安这一桌 面带笑容的走过来 落落大方的抱拳 小女子公孙秀 不知兄台高兴大名 徐秦安审视着他 回应道 徐谦 他把许改为徐 秦安改名为谦 第906集 披上最好的男子 公孙秀笑道 有心认识徐兄 小女子欣喜万分 你欣喜得太早了 徐秦安没好气地吐槽 然后克制住自己暴躁的情绪 公孙姑娘有事 公孙秀硕日试说道 不介意的话 能否请徐兄移驾到公孙家的楼船一叙 他看向挂着公孙旗帜的大船 徐秦安心里一动 他正愁公孙家对地宫的探索会 帮助古诗解开封印 当即汉首 好 他转头对王妃说道 你在这里等我 慕南枝挟了公孙秀一眼 蒲柳之姿便收回目光放心的点头 被大风第一美人打上蒲柳之姿标签的公孙秀 惨然一笑 秀美绝伦 请 两人出了船舱 公孙秀说道 我这边让人拍搜小船过来 说完 他听身边相貌平平的轻衣年轻人摇头说道 你只管回去就好 公孙秀也不废话 爽快地点头 再一次秀了一遍身法 脚尖在两根筷子上连点 轻盈如鹅毛 掠出数十掌 顺利回到自家楼船的甲板上 仿佛落定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豁然回头 看见自己的影子里 钻出一道黑影 化作穿轻衣的年轻人 真的是古族的人 公孙秀不动声色地说道 许兄好手段 许青安冷漠地点头 在公孙秀的指引下进入船舱 来到二层的瞭望厅 厅子不大 装饰得古香古色 圆桌边坐着五个气血旺盛的男人 一个穿陈旧道袍的老道士 六人火侧目 或转头看过来 目光带着审视 公孙秀笑着引剑 把许青安介绍给众人认识 徐兄是何方认识 一位炼气镜的汉子问道 许青安说 京城认识 原本对他没什么兴趣的 武夫们眼睛一亮 可见过许银罗 许青安入座回应道 见过几面 公孙秀文言 颇有兴趣的加入话题 听说许银罗风度翩翩 是世间难得的美男子 许银罗的事迹和传说 已经听得太多 身为未出嫁的女子 他对那位传奇人物的外貌 更好奇 更感兴趣 许青安沉吟一下 嗯 他是我见过的 皮相最好的男子 每每见到他 都忍不住感慨 上天不恭 皮相最好 公孙秀 睫毛颤了颤 喃喃自语 真是个奇男子 该死 我这个吹牛皮的臭毛病 还是没盖啊 地数碎片的前车之鉴 不能忘呀 许青安心里自我反省 接下来 是一场围绕着许银罗 展开的吹捧 众武夫对大名鼎鼎的许银罗 敬仰至极 直言没有许银罗 就没有大缝 世军壮举 已经传到离京城不算远的雍州 公孙秀 意犹未尽的结束话题 说起正事 徐兄 你来雍州多久了 可有听说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墓之事 公孙家在招揽能人议事 一同项目探索 小女子见徐兄手段高超 想要徐兄一起共探大墓 满桌的武夫保持沉默 对此没有意义 大墓凶险 能有人分担压力再好不过了 若是实力强悍 那分一杯更是理所应当 若实力不济死在墓里也怪不得谁 徐青安没有立刻答应 沉吟着问道 你们对弟弟大墓了解多少 公孙秀娓娓道来 最先发现那座大墓的是山中的猎户 他无意中跌入坍塌的洞穴 发现山腹内是一座墓 而后消息便在雍州城传来 其实在公孙家封闭南山之前 已经有不少江湖人士下墓探索 但没有一个人能回来 公孙家得到消息后 组织人手下墓同样失去联络 恐怕凶多极少 不过我们发现 那座墓是由青钢石砌成 规格极高 里头必有重磅 那里最大的宝贝已经被我取走了 只剩一句千年古诗 许强开口 此墓大凶 武夫不懂堪于风水阵法 贸然入内凶多极少 大小姐三思啊 公孙秀笑了笑没有说话 而是看一项轻骨老道 老道是抚须微笑 据频道观察 此目因年代久远 发生过极其可怕的坍塌 里面便是有阵法 也破得七七八八 或许还残留着些许凶险 先前那几批人 应该就是死于那 为数不多的凶险 因此 这次公孙世家牵头 组织我们一起下墓 大伙也能分一杯羹 许强安 看一向滋容秀丽的公孙大小姐 你们打算几时下墓探寻 今晚 今晚啊 正好借这群人先探探路 摸一摸古诗的状况 看他恢复了几成实力 许强安知道光凭自己几句话 不可能打消这群江湖人士 多一大目的向往 他捏着酒杯故作犹豫 无奈说道 嗯 在下才输学浅 便不错热闹了 多谢大小姐款待 不过 还是想多劝诸位一句 此目凶险 若遇到无法解决的危机 一定要大声念出 你忘记与那人的约定了吗 众人一愣 他在看一向公孙秀 劳烦大小姐送我回去 公孙秀难掩失望 安排人去给他准备小船 送他回王继渔房 许强安起身离席 行至楼梯口回身微笑 马上就要下雨了 秋雨绵绵 今夜探幕记得待雨句 诸位 告辞 他顺着楼梯下楼 蹬蹬蹬的脚步声里 一位练气静的武夫 撇嘴 吃笑 大小姐这次打眼了 请了一个胆小之辈 胆小便罢了 还故弄玄虚 什么约定 什么下雨 都是挽回面子的托词 郑武夫纷纷摇头 带着野鱼嘲讽的评价 害怕便害怕了 偏偏此人不但胆小 为了脸面 竟说一些故弄玄虚的话 来忽悠人 公孙秀摇了摇头举杯 喝酒 他一时满心失望 方才那人谈吐气质 都与寻常江湖人士不同 众人把这段插去抛之脑后 继续畅谈饮酒 不知过了多久 呼听啪啪声秘笈传来 包括公孙秀在内的武夫们 恶然砍向湖面 湖面展开秘笈的涟漪 大雨潇潇而下 秋意良人 这 公孙秀瞪大眼睛 厅内瞬间安静下来 第907集 向他借几样东西 秋雨绵绵 没有夏季雨水的狂暴 却有着一股 沁人激励的寒意 雍州临近京城 偏南 空气湿度大 阴雨季节时 寒意特别粘人 家家户户 若是不关好门窗 被褥 家具衣服 都会染上一层潮湿 前一刻还把酒言欢的听力 众人看见外面 萧萧的雨幕 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一位炼神经武夫沉吟道 以前会有征兆 倒也不算什么 沉默的气氛被打破 另一位武夫复合道 对 湖中的鱼儿 方才应该有钻出水面吸气 他提了一个可以遇见雨水的小知识 剑壮其他武夫纷纷发表意见 说着自己知道的可以遇见下雨的一些小知识 说着说着 便觉得方才那年轻人的铁口直短 其实呢 也就那么回事 之所以给他们带来震撼 是因为老天爷实在是太配合了 说下雨就下雨 给人的感觉仿佛是那年轻人言出法随 公孙秀敏了一口酒 见老道士沉吟不语 脸色肃然 醋眉问道 清谷道长 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众人顿时看向老道士 道号清谷的老道士恍然回神 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沉默了几秒 沉声说道 那老道就有话直说了 天象变化莫测 有些雨是有征兆的 有些雨是没有征兆的 有些雨明明有征兆 却没有降 有些雨明明没征兆 却说来就来 知道今夜要下木 贫道昨晚夜观天下 却没有得到半点 今日要下雨的征兆 老道士看向湖面 这便是无常雨 公孙秀想了想 缓缓说道 湖里的鱼儿 并没有偷出水面吸气 他这是在反驳 刚才那位武夫的说辞 这下子 众人的表情又变得怪异起来 过了一阵 那位练神经的武夫试探道 如果不是巧合 那他算什么境界 预测天象这种操作 在粗鄙的武夫看来 简直是神仙手段 不只是武夫 与百姓而言 能预测天象 能起雨的人物 都是陆地神仙 老道士悠悠说道 我只知道 巫神教的雨诗能起雨 四天间的术士 能观天象 定皇历 南疆天古部的古诗 能识天时知地利 且有一点可以确定 掌握类似手段的人物 品级都高得吓人 众武夫面面相取 心头凛然 公孙秀起身走出厅内 在雨幕中 眺望杨白湖 眼波浩渺 秋雨阴冷 早已不见了 王继渔房的影子 你忘记与那个人的约定了吗 公孙秀 难难重复着这句话 深秋 这场雨足够缠绵 下了两个时辰 依旧不见消停 许秦安在楼船的茅厕里 从地书碎片内 取出缩衣和斗笠 游历在外 自然是背了语句的 王继渔房的船 缓缓停泊在岸边 时刻们各自散去 木南枝猝着眉头 小心翼翼的看路 试图绕过泥泞的地方 但这只是徒劳无功 绣花鞋上依旧沾满泥浆 这让他很不开心 你不是花神转世吗 万里说应该很喜欢 雨天和泥浆才对啊 许秦安看着他 独自生闷气的模样 心里负菲 泥浆 泥浆 我要是藏在泥浆里 谁都发现不了 不 不能再想了 我是人不是泥鳅 他竭力抗衡着暗谷的副作用 方才接连使用暗谷的能力 引发了强烈的后遗症 回到客栈 许秦安让殿小二送上来 美酒美食 开启第二段午餐 木南枝进了屋子 便将绣花鞋踢到门口 吃着白嫩嫩的小脚丫 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他打开窗户 马上又关上 撅着嘴 我一点都不喜欢雍正 又愁又冷 说起来 这是他离开王府 接下王妃身份的 第一个冬天 告别了奢华的地暖 这会是一个难哀的冬天 知道了 还吃着脚丫子啊 许秦安低头瞅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方寸敷原光致致 白罗绣蟹红托里 哼 说的就是这种 堪称神品的狱卓 许秦安在教方寺 睡过不少花魁 没有任何一个女子的脚 能与木南枝这双狱卓相比 这一是因为 教方寺的女子要练武 养不出柔弱无骨 百里透红的脚丫 二是美人也分三六九等 世人便有缺陷 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 唯独眼前这位大凤第一美人 华神转世 是真正的中灵玉秀 即使是最挑剔的目光 也找不出他身体和容貌上的瑕疵 嗯 上面的评价草帅了一些 毕竟许秦安和他还没有支根支底呢 你几时这般能吃了 王妃坐在桌边 拖着腮帮笑吟吟的看他 自从被人打废之后 吃啥啥香 身体败棒 许秦安自嘲 他快速吃完满桌的佳肴 喊到殿小二收拾餐盘 慕南枝悄悄把一双狱卒缩进裙底 韬光养晦着一点 他几乎无师自通 作为魅力无限的花神转世 藏住脸蛋还不够 风雨有志的身段 对男人也具备极强的诱惑力 因此 他穿的衣裳 都是故意加大了吃马的 天色渐渐暗沉 许秦安站在窗边看了片刻 我晚上要去一趟地宫 见那句千年古诗 慕南枝一脸的惊恐 我去看看那东西的状态 顺便向他借几样东西 放心 天亮之前我会回来 许秦安宽慰道 恰好此时 一辆马车行驶而过 许秦安的身影突兀消失 出现在马车底下 他在阴影中潜藏着 随着马车一起远去 许秦安在几辆马车之间 不停地跳跃 渐渐地靠近城门 随后在一辆牛车浅浅的 倒影里出了城 第908集 那东西上钩了 以他现在对暗谷的掌控 阴影跳跃的最大距离 是方圆50米 藏在影子里的时间 不能超过一刻钟 牛车顺着关道朝西边行去 驾车的是个老翁 从车板上残留的菜叶子来看 老翁是附近村庄的菜农 许秦安从夜影中钻出来 目送着牛车远去 接着 从地书碎片里抽出一把普通的刀 转身朝南边走去 此时天色清明 夜幕将近 他穿着青衣在雨中独行 雨夜带刀不带伞 许秦安默默独行 离开关道 在泥泞中靠向南边山脉 走了许久 南山的轮廓清洗起来 这时他看见山傲处有一个漆黑的深坑 坑口长着摔草 看起来应该是土质松软 坍塌而成 许秦安深深的看了一眼深坑 毅然而然的转身离去 几分钟后 他又折返回来 时间还早 现在进底宫的话 就成了我给他们谈录了 正好今天读出两个时辰还没达到呢 一切都是为了修行啊 该死 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 一个坑对我的诱惑竟比女人还强 他一脸抽搐的跳了进去 南山山脉 某处地是平坦的山道边 几个帐篷搭建在清理出的空地上 这一片的山林里 都有公孙世家的人把守 负责驱赶 试图混进来偷鸡摸狗的江湖散人 公孙秀坐在帐篷里 与清古老人 以及几名公孙家族的子弟 围坐在炭火边 喝着热茶 帐篷的帘子掀开 披着缩衣的公孙向明 大步踏入 一边摘下斗笠 一边说道 秀儿 这雨越下越大 我们要么尽快下去探索 要么等天晴了再来 我担心 雨水会让洞口再次坍塌 公孙秀皱了皱眉摇头 六叔 再等等 墓里的东西不上高 咱们就不下去 其实他白天在船里说的话 半真半假 最先发现地宫的 确实是一位猎户 但他已经死了 因为久久没有回家 村里的其他猎户找过来 在这个坍塌的洞口里 发现了一条断臂 像是被什么东西暴力撕咬掉的 除了断臂 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找到 猎户们不敢多留 匆匆带着断臂离开 随后 这里的异常引来了官府和江湖人士 但凡深入目的的 没人活着回来 其中包括公孙世家的两名猎神经高手 那些人也许死于墓中机关 也许死在未知的怪物手里 为了调出墓里吃人的怪物 公孙秀把刚才的猪头勾上铁钩 丢入洞里 试图用血腥味引诱他上钩 绳子一直没动静 公孙向明摇头 再等等 清古老道笑了笑 大墓中的鹦鹉常年待在墓中 缺乏食物 他们的进食频率不高 只有在恶极的情况下才会受炼 如果今晚没有上钩 贫道建议继续等 公孙家一位年轻人难掩好奇地问道 道长说的鹦鹉是指僵尸吗 嗯 是僵尸 也有可能是其他怪物 或者傀儡 鉴于他吸食血肉的特点 应该是前两者 僵尸也好 怪物也罢 在地底待久了 普遍都未光 要想吊住他 就必须在夜里 死在里面的高手不少 寻常僵尸没这份实力 鱼点打在帐篷上 噼里啪啦作响 当世界只剩一个声音的时候 反而更凸显出一种安静感 公孙秀喝着热茶突然说道 我今日在杨白湖遇到一位高人 要是能把那位高人请来 这趟项目就是拿久稳了 公孙向明一愣 啊 怎么回事 详细说说 公孙秀便将偶遇青衣男子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公孙向明皱眉 那也未必是高人 没准只是呼舟 或碰巧而已 清古老道笑了笑没有反驳 哈哈哈哈 六爷说得有理 都只是老道的猜测罢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公孙秀问道 六叔 你以前在京城小住过几年 可有听过徐谦这号人物 公孙向明摇头失笑 京城卧虎藏龙 但高手普遍度低调 不是性情如此 而是没人敢在京城高调跋扈 打更人衙门的十位金罗 兼政的六位弟子 都是极为强大且低调的顶级人物 此外 还有军中高手 达官贤贵府上的客卿等等 四品高手的数量 远超你的想象 这些人真实存在 却要名声不鲜 江湖上那些名震一方的豪杰 进了京城 连屁都不敢放 那徐先就算真是个高手 我也不得而知 公孙家一位年轻子弟感慨 正因为如此 才显得许银罗与众不同 许银罗自出道以来便一直高调 且越来越高调 以前的高调还只是破案 后来是斩国公 最近的又高调了一回 于是皇帝没了 当初朝廷底报传到雍州时 没人敢相信 雍州的不少江湖人士 还为此特意去了京城 以谈究竟 公孙向明摆摆手 大奉建国六百年 出过几个徐阴罗这样的人物 公孙秀笑吟吟的听着 最近和长辈同辈闲聊 总是少不了谈及 那位神一般的男子 在外人或者男人面前 他会保持一定的矜持 在家族姐妹们面前 则会放开许多 与他们一起谈论许银罗 就在这时 帐篷外传来吼声 大小姐 六爷 哪东西上钩了 帐篷里 气氛陡然一变 公孙秀最先冲出帐篷 公孙向明齐此 然后是公孙家的子弟 于墓中 十几名武夫手持 泼过火油的火把 又有几名武夫 合力拉着一根 婴儿小臂粗的绳子 那根绳子绷得笔直 深入坍塌出的地洞中 终于上钩了 公孙秀又惊又喜 惊得是和数名武夫之力 竟无法将那阴雾拖出来 喜得是金碗没有白灯 准备火油 铁丝网 公孙秀一边高声下达命令 一边急冲过去 双手拽住由铁丝 马线编织成的绳子 娇齿一声 与身后的武夫同时用力 洞中传来 婴儿般尖细的叫声 一道黑影被拉拽了出来 风雨飘摇 火光晃动 照出了这只鹦鹦的模样 第909集 怪物 鹦鹦体长一丈 行死蜥蜴 浑身腹满脚质 有着一张酷似人类的脸 双眼是灰白色的 略显呆滞 视力似乎很差 他嘴里流淌出黑色的血液 铁钩深深的刺入他的上颚 银雾被火光照耀 又发出奸细如婴儿的哭声 转身就要逃回洞中 撒网 公孙响明大吼 早就准备就绪的公孙家子弟 甩出手里的大王照相鹦鹉 蒸蒸的 怪物力大无穷 爪子撕裂铁丝网 破出一个大洞 从网里钻了出来 继续往洞口逃去 他察觉到了危险 爆发出可怕的距离 公孙秀一个亮枪 险些被他带翻 追尾年纪轻轻就踏入化尽的秀美女子 脸色陡然涨红 光洁的额头突起青筋 他抬起脚勾住绳子 缠了几圈 然后用力一踩 银雾的头颅被拉拽得猛然昂起 血盆大口里涌出更多的黑色鲜血 这一边公孙向明抓住机会怒吓一声 抽出铁剑运转气机四项 阴雾的咽喉 那里没有覆盖角质属于防护薄弱部位 雨幕瞬间被撕裂一般 不幸与这一箭接触的雨点 像是滴到了一块滚烫的铁块上 痴痴作响化作一阵烟雾 噗的一声 铁剑刺入鹦雾的咽喉 黑色的鲜血立刻浸出宛如地涌泉 鹦雾凄力尖角 修长有力的尾巴横扫 荡的一声 抽打在公孙向明胸膛 抽得他如断线风筝般 抛飞出去 铜皮铁骨 吃了大亏的鹦鹉 激发了力气 不再想着逃亡 而是扭伸 四肢一撑 化作黑影 扑向公孙秀 拥有舞者对危机预感的公孙秀 朝侧面翻滚 完美避开 他身后的两名猎神镜 同样做出规避 但另外三人 因为没有猎神镜的神意 无法提前预判 没能避开 古断金蛇 当场毕命 公孙秀翻滚几圈后 身形毫不凝质的腾身而起 只有化尽舞者 才能做出如此圆软自然的动作 他劈手夺过一名武夫手里的罐子 一脚把他踢向鹦鹉 其他舞夫纷纷效仿 碰碰碰的 管子在鹦鹉厚厚的角质甲胄上砸碎 火油淋了他一身 公孙秀手持火把发足狂奔 过程中 他突然双膝跪地 身子后痒 一个滑缠过去 恰好此时 鹦鹉四肢一撑 扑杀公孙秀 双方一上一下 措身而过 武者直觉让他 预判到了鹦鹉的攻击 公孙秀冷静地举起火把 在怪物肚皮上滑过 点燃了火油 火焰迅速蔓延 将鹦鹉吞噬 雨水无法浇灭火油 鹦鹉发出凄厉的尖叫 在泥浆里疯狂打滚 试图扑灭身上的熊熊烈焰 公孙秀冷静地下达命令 毛 十几名武夫脱出准备好的长毛 拧腰百臂 奋力投掷 扑扑生离 有的长毛刺穿了烧得发脆的角质 钉入鹦鹉体内 有的长毛则被角质弹开 很快 鹦鹉被穿刺成了刺猬 它渐渐不再挣扎 火焰依旧燃烧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和奇异的恶臭味 这种鹦鹉浑身是毒 尸体烧出来的气味都带着剧毒 欢呼声四起 公孙家族的子弟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公孙向明 这个族长的六弟受了不清的内伤 体表神光暗淡 只差一点就被破了铜皮铁骨 满身泥泞的公孙秀上前问候 六叔 没事吧 休养半个时辰 就能恢复 公孙向明吞下几粒丹药 回帐篷里吐纳疗伤 在方才的战斗中 表现得一枝独秀的公孙家大小姐 则带着清古老道等人 前去查看鹦鹉半胶的尸体 各位捂住口鼻 这鹦鹉毒得很 清古老道撕下一片湿透的衣角 一手五口鼻 一手五活把 审视着怪物的尸体 众人有样学样 凑在尸体边打探 这是什么怪物 没有危机预警 没有妖单 似乎不是妖族 但速度和力量 比炼神镜武者还强 不 是比铜皮铁骨镜还强 没看六叔刚才被一下子抽飞了吗 单打独斗的话 恐怕秀姐姐也不是她对手 一轮声里 公孙秀询问清古老道的看法 道长觉得呢 清古老道撤吟道 这应该是镇木兽 在地底活了太久 一代代繁衍一变 早就变成全新的怪物 看不出他的祖先是什么东西了 镇木兽这般实力 墓主的身份不容小觑啊 众人又紧张又激动 危机与收益是成正比的 危机越大 收获越大 当然 反过来也一样 因此他们接下来可能还要面临更大的危险 半个时辰后 公孙向民养好内伤 一伙人点燃火把 带着武器工具 对列整齐的下了幕 探索小队一共18个人 修为最低的也是炼气井 最高的是物品化尽的公孙秀 在江湖上 这样一支队伍的战力已经能称霸郡县 武器方面有长矛 火油 铁丝网 锁链 驱虫粉末 以及黑狗鞋等洋气旺盛的材料 下了洞穴 众人高举火把 边前行边审视四周 越往里走 众人越是惊差 原以为坍塌只是一部分 结果走了半天 四周依旧有着明显的坍塌迹象 要不是偶尔见到几面青钢石墙壁 他们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看来坍塌的很彻底 把很多牧师都掩埋了 公孙秀举着火把 在洛尔石堆积的地宫中行走 雍州近年来没有地洞 好端端的怎么会坍塌呢 公孙向明皱着眉头 第九百一十几 他在哪儿 继续往前探索 不多时 他们来到一座半坍塌的牧师 牧师一半的面积被乱水掩埋 另一半横沉着石棺 石棺边散落着几条断臂 断腿和脑袋 这些残肢断臂漆黑枯手 非寻常人的手臂 青钩唠叨皱着眉头 是僵尸 想必是被那鹦鹉挖出来吃掉的 他刚说完 便听公孙秀蹙着眉 不对 这只手断口平起 是被力气斩断 公孙向明分析道 可能是鹦鹉立爪所致 那鹦鹉爪子锋利不比鲸铁刀尖差 公孙秀点点头算是接受了这个说法 众人搜刮一阵竟没有找到陪葬品 又走了一刻钟 他们始终没有预见第二只鹦鹉 竟出乎意料的风平浪静 直到一座高树杖的雄伟石门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这扇石门的刹那 众人精神一振 仅凭石门的规模 不难判断门后是主墓 是这座大墓主人的寝房 公孙秀停下脚步 看向两名炼神镜武夫 吩咐他们去推石门 这个境界的武夫拥有敏锐的直觉 能有效避免机关和危机 喳喳的石门缓缓推开 两名炼神镜武夫手持火把 回头说道 安全 公孙秀松了口气 带着有些迫不及待的同伴们进了石门 他首先关注了一下火把的情况 箭指是稍微暗淡了一下 便恢复原状 当即松了口气 看来因为坍塌的远古 让地宫充满了可以呼吸的空气 不用担心窒息 接着 他看见火把的光芒照亮的前方愣住了 前方并没有路 准确的说是没有他想象中的路 军烈的地面散落着祸大祸小的石头 乱石堆积 给人的感觉是碎石凌乱的矿道 而非目视 这里也发生坍塌了 一位江湖武夫沉声说道 拿罐火油过来 公孙秀从族人手里接过一罐火油 火把往罐子口一抹 然后用力的投掷出去 砰的一声 罐子在空中炸裂 里面的火油四箭 化作纷乱耀眼的火星 朝四周建设出去 整座墓室骤然一亮 众人借机看清了主墓的情况 这里确实发生了坍塌 与其说是墓室 用石窟来形容更加准确 除了堆积的乱石 以及临巡的石壁 主墓内再无其他 突然公孙向明瞳孔 那是什么 一群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隐约看见一道黑影盘坐在远处 但这个时候 爆射的流光纷纷坠落 暗淡 静密燃烧 无法照亮远处 公孙秀立刻做出反应 他凭借方向感 摔出手里的火把 火把旋转着飞向远处 落地 见起刺目火星 他恰好掉在了那道黑影的正前方 画进武者队力量的掌控细微入制 熊熊火把照出那尊身影的真容 他穿着破烂的 看不出年代的黄色袍子 他头发稀疏 皮肤包着面骨 呈干枯的青黑色 他的鼻子只剩两个鼻孔 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这是一具年代极为久远的尸体 他没有躺在棺材里 而是盘坐在废墟中 僵尸 不对 僵尸怎么可能懂得打坐 要么是不一般的僵尸 一高人胆大的公孙秀 正要带领大伙靠近 不料 那具干尸自己先睁开了眼 略有些空洞的眼眶里 嵌着一双有黑的眼珠子 丑剑生灵闯入领地 有黑的眼珠子闪过鸿芒 干尸张开嘴用力一吸 啥时间 气旋滚滚 干尸的嘴仿佛化作漩涡 将周遭的一切往内吸扯 包括公孙秀在内 十八名武夫皆感受到一股可怕的距离 将自己锁定 并拉扯着身子 一点点的向着干尸靠拢 公孙秀心里一凉 恐惧震惊 懊悔 诸多情绪皆有 随后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脱离自己 努力转动 眼睛看向身侧 他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 身边的一名铜板 血肉迅速干瘪 皮肤发皱 黏着骨头 十几西里就化作了一句干尸 周身气血被绝取殆尽 在场的人 或多或少都流失了气血 修为强的 如公孙秀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修为低的三十席之内 便被抽成人杆 得到精血补充 干尸如虎添翼 气旋又壮大了几分 死亡人数不停增加 两个三个四个 从活下来的人越发恐惧 公孙向明双眼圆灯 眼球布满血丝 身体肌肉静挛 竭力抵抗 但无济于事 气血在疯狂流失 他行走江湖多年 从未遇见过如此可怕 诡异的僵尸 也从未有过这般无力感 和惊恐感 一点点的看着自己 濒临死亡 清古老道因为不是武夫 所以在阵营的最后方 侥幸没死 但依旧难逃厄运 他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整个人犹如风竹残年的老人 要死在这里了吗 公孙秀心里涌起绝望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 白日里遇到的轻衣男子 想起他告诫过自己 地宫凶险 如今应验了 对对了 他说过 说过在大漠里 遇到无法化解的危险 公孙秀别无选择 奔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 大声说道 你忘记与难人的约定了吗 这句话仿佛蕴含着某种力量 可怕的气旋消失 气血不再流失 还从活着的九位武夫 加一位老道士双膝齐齐一软 瘫坐在地 得救了 公孙秀 公孙向明又惊又喜 心里涌起绝处风生的喜悦 已经迷茫和困惑 其他人同样如此 不明白这个协议的僵尸 为何突然手下留情 这 真的有用 公孙秀 争大美眸 只觉得难以置信 与我有过约定的人不多 当时之中 只有他一个 你和他什么关系 该是想起了 那个家伙 曾经与他的约定 十年之内 瘟疫再返回 归还气韵 当即激动起来 他在哪儿 他是不是有东西 让你交给我 他 他 他是不是有东西 让你交给我 小丫头 快回答我